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运用权力的案例 你的球员还有三年合同 基本上对运作也掌握话语权 你看看德怀特霍华德 克里斯保罗 拉塞尔维斯布鲁克 约翰瓦尔 这不同于安东尼 戴维斯在醍醐的时候 AT在那里打了七至八年 职业生涯只有一次半决赛经历 他可以说 我想离开 去一个能赢的地方 管理层没有做得不够好 但你可以用我换回一些有价值的筹码 他是到期合同 他登的情况 他有三年合同 大家都说是两年 但我认为是三年 第三年是4700万美元 谁知道是三年会发生什么 霍勒迪的交易 树立了标杆 三个手轮签 两个手轮互换签 和埃里克布莱德索 乔治希尔 如果你是火箭 你会说 我有哈登 三年合同 霍勒迪明年就是自由人 我要得到双倍报价 蓝网会给双倍报价 我认为不会 76人 他们肯出本西蒙斯 对火箭有吸引力吗 Scozo说 你提到76人 我认为西蒙斯会是火箭能换回的最好球员 我们知道 达雷尔莫雷比 谁都爱哈登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